好,我們說原子說可以解釋定比,可以解釋背比,可以解釋質量手紋 但是,他沒有辦法解釋這位大哥所提出來的氣體反應疾病率 給你薩克大哥說,在同溫同壓的情況之下,物質反應的時候 如果反應物跟生成物都是氣體的時候,他的體積比會成為一個簡單整數比 心氣加氧氣變成水蒸氣,體積比就會是2比1比2 這叫做如果我都是氣體的話,那麼我就會有一個反應解釋,體積會是一個簡單整數比 這個叫做氣體反應疾病率,這件事情國中現在沒有教了,你看看就好了,不用背沒關係 可是我們的原子說沒有辦法解釋這件事情,因為如果要能夠每個都解釋得很好 那原子可能要切一半,切一半才能夠解釋 可是道爾吞的原子是一顆永不毀滅的撞球,沒有內部結果怎麼可以切一半 所以不對,他就很不爽,不能夠切一半,但是他就不能解釋啊,不能解怎麼辦 就是我們這位大哥的學生,亞伯嘉爵大哥呢,就提出了一個 亞伯嘉爵假說,在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任何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條件,同溫同壓,什麼東西,氣體,只用在氣體,所有的氣體,任何氣體 氫氣、氧氣、水蒸氣、氮氣都可以,只要他是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一開始我們的亞伯嘉爵大哥的分子就是,兩個原子把它在一塊 氫原子跟氫原子兩個黏在一起,變成一個叫做氫分子 這件事情,倒爾均也不爽,因為倒爾均的原子都是狗狗一顆的 每個都獨一顆一顆的,彼此之間是,同性相似,是不會黏在一塊 可是他雖然黏在一塊,可是他也不開心,這個怎麼可以把它黏在一起 但是後來說他是對,很對 好,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任何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同溫同壓下,氣體的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分子數比就是體積比 因為相同體積就有相同分子數,所以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只用在氣體,只用在氣體,給的不行 這樣就可以解釋了,後來說他是對的,後來說他是對的,OK 同溫同壓下,這個定律國中現在也不太焦了,但是希望你能夠知道 因為有些時候要用到,因為有些時候要用到,所以希望你能夠曉得 分子,剛剛講過,原來的佛家絕大哥的分子就是 兩個氫原子發成一個氫分子,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同種的原子結合出來的叫做分子 可是現在已經把它推廣成,具有物質性質的最小單位叫做分子 一桶的水,沸點100,凝固點0,取出一杯,沸點100,凝固點0 抓出一小滴,沸點100,凝固點0,一直敲敲敲敲敲,敲到最後這一顆 這一顆,這顆沸點100,尼固點0,它叫做水分子,水具有物質性質的最小單位 稱之為所謂的分子,好,根據這樣的定義,推廣的定義 我們說,有所謂的單原子分子,比如說鈍器,這考試考過鈍器,氦南亞克這些鈍器 它們都是一顆一顆的,一顆一顆的,它就是我這一顆就有我所有氦氣的性質 所以我既是氦原子也是氦分子,我這一顆既是氦原子也是氦分子 叫做單原子分子,也可以是雙原子分子 比如說兩個氧,兩個氧原子拔在一塊,O2,氧分子 比如說氧化銅,銅跟氧,拔在一塊,變成一個氧化銅分子 叫做雙原子分子,也可以比它更多,多原子分子 有三個的,四個的,五個隨便,水是H2O,兩個氫加一個氧 臭氧是O3,三個氧原子合在一塊,硫酸H2SO4 有兩個氫加一個硫加四個氧,叫做多原子分子 多原子分子就是所謂的分子的想法,分子的想法 那我們前面講過了,有些東西不是由分子構成對不對 因為什麼金屬啊,還有什麼氯化銅啊,那個離子泡物啊 它基本上切不出一顆一顆的分子 所以我就只用元素,我要表示銀啊,A7啊,AU啊,金啊這樣子 或者是用檢視,氯化銅,MA,CL啊 我說過,這個東西學到它滿麻煩的 我也不知道基本上要教 你就聽過,看一看,欣賞一下就好 就是跟各位介紹,雅伯家絕想說請注意 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任何氣體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同溫同壓下任何氣體,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可以嗎?可以,很好 請學課啊練習